好的,我们马上开始上课啊 今天呢,我们继续讲五区 今天呢,是讲到这个五区呀,在子女宫啊 五区在子女宫,那么基本意思不利 听清楚啊 五区呢,它是钢客的心药 钢强,孤独,容易有行客 所以说呢,五区在子女宫,它肯定有不利的性质 五区贪狼,那么这个呢,表示晚发 所以一般而言呢,五贪在子女宫的 四时候得子,这里要注意了 得子指的是儿子啊 听清楚,这里的子专门指的是儿子 古人呢,他才不管你 四十岁以前有几个女儿 古人重男轻女 他来犯命肯定是问啊,有没有儿子 而不会问啊,有没有女儿 有吉星,那么会有三个儿子 或者是先生女儿,后生儿子 那么现代社会呢,一般来说 听清楚啊,根据令东来的经验 我看过一个这个烟草局的这个行政官员的命盘 那么他的子女宫呢,就是五区贪狼 还有煞星 哎呀,第一胎生了个女儿 后来老婆怀孕了 他给弄到这个境外啊,去检查胎儿性别 结果呢,又是一个女儿 打掉了 怀地翻台,还是一个女儿 哎呦,他这就有点受不了了 他觉得这个女儿呢 他肯定不喜欢啊 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广东人 根据我的经验啊 这个广东啊,浙江啊 还有这个江南这一片啊 福建啊,广东啊,浙江啊,江苏啊 好像这一块的人呢 就非常的重男轻女 就是非得要个儿子不可 那么这个他来找我算命啊 他老婆来找我就问啊 什么时候能生儿子 那么书上讲的呢 就没有错啊 一般来说呢 得等到40岁 最起码也要接近40岁 我不敢保证说 一定是40岁以后才有 但是呢 最起码你得要个37,38 接近40 这个男的呢 现在才33,34 那么还太小了啊 有煞行者啊 只有一个儿子 而且呢 得得比较迟 五驱天象 那么最好是先过季他人子 方能有儿子 但是可以有女儿啊 遇到 遇到破君啊 一个儿子有行 有行客 但是如果破相过季可免 这个五驱破君 在子女宫的 我跟你们讲过啊 我说这个五驱破君 在子女宫呢 她的命功是天机和太阴 听着啊 天机太阴做命 五驱破君 就在子女宫 这样的女人呢 容易堕胎 如果堕过胎的话 那么后面这个小孩呢 就好一点啊 如果之前没有堕过胎 那么后面生了儿子呢 容易有行客 但是书上也解释了 如果破相啊 这个小孩呢 脸上长了一大块疤 那么这个呢 破君的力量就已经发挥了 所以说你跟他呢 一般来讲啊 这个就不会死了 或者是过季者可以避免啊 就你不要这个小孩让别人去养 那么也可以避免 五驱七杀 那表示子女呢 性格强势刚强 或者也可能是破相 因为这个七杀呀 破君呢 都代表刀子 所以说七杀破君啊 在你的父母宫的 在你的极恶宫 冲你的父母宫的 还有在你的命生宫的啊 都容易破相 遇到化妓四杀空姐 没有儿子 就算有也会行课 感情不合 吵架 闹矛盾等等 或者是败家子 呃 煞心太多 那么就很难有儿子了 就算有 也是虽有若无 而跟没有一样 凡是武区 在子女宫的 最好是 既是偏防生子 就是他的第二个老婆 第三个老婆生儿子 如果说找他的结发之妻 那可能就是有女儿 没有儿子 或者是生不出 我们看王庭之平处 武区他是刚强 孤客的心要 他对六亲缘分不利 所以说子女工 武区的基本意思 就是子女数目不多 以及呢 跟子女感情上会有问题 子女呢 容易有病 容易有灾 如果说有吉星的话 那么这个子女呢 还算是有成就 如果没有吉星的话 那么一般呢 跟你感情差 成就呢 也不会特别高 这是一般而言 如果说煞星多 那可能就没有儿子 只可能有女儿 煞星特别多 那么儿子女儿都没有 第二条 武贪同工 或者武区 对面是贪狼 在子女工呢 表示吃得子女 其实不一定 可以先有女儿 但是儿子呢 往往得得很吃 如果是女人的命盘 那么结婚之前 最好去做婚前检查 可能呢 会查出他有 不孕不育的一些情况 要注意产前护理 第三条 武区加上 左 右 魁 越 文昌 文曲 表示有三个儿子 或者是仙女 后子 这个吉星比较多 那么想要子女呢 就容易一点 听着啊 武区在这儿 遇到吉星很多 那么想要子女 就容易一些 但是呢 一般而言 仍然是先有姑娘 后有儿子 或者说 你先死一个小孩 啊 堕胎了 然后再生第二个啊 都有可能 武区煞星多 那就可能只有一个儿子 甚至于一个都没有 甚至于儿子女儿 全都没有啊 煞星太重的话 或者说有 但是呢 死掉了啊 都有可能 听着啊 在这一点上 我们不能够铁断 有的呢 是生不出来 有的是生了 结果儿子死了 有的儿子没死 但是呢 送给人家养的 这都有可能啊 好 我们再看第四条 武区天象啊 最好是先领养一个小孩 然后自己才能生儿子 不过呢 可以有女儿啊 现代社会呢 可能是婚前生子啊 父生子 或者是婚外情人生子啊 这要跟夫妻宫的星系合参 这个呢 是天机做命啊 天机做命 那么五区就在他的子女宫 天机在四宫做命 对面是太一星 夫妻宫呢 就是太阳和天凉 书上说是婚前产子 这个 不太常见啊 或者是跟婚外情人生子 婚外情人生子呢 那还是看一下夫妻宫和子女宫啊 和参是对的 好 再看第五条 五区破均同宫 或者是五区天象 对面是破均 或者五区七杀 翻和破均 或者五区贪狼 翻和破均 这个基本上呢 都有些不利 五区在这儿 本来呢 他就有刚强 孤克的性质 两代人呢 感情不太好 如果说有煞迹 那么就容易有病啊 有灾啊 或者是破相 而且呢 儿子数目少 只有一个儿子 另外我多说一下啊 书上没有讲地空地结 那么王听之呢 他一定知道 五区加地空地结 在子 在这个子女宫代表什么 但是他没有说 看清楚啊 五区加地空地结 在子女宫怎么样 他没有说 那么补充一下 五区是现金地空地结 在子女宫 加上五区 往往表示 你的小孩花你的钱 你需要有很多的资金 投入在你的小孩方面 如果地空地结 又加上这个羊 驼 火 灵 化剂之类的 那可能是你小孩呢 会有意外灾难 会死掉 光有地空地结 不能铁断 会死 如果说有破军 加上空结 就有点凶了 又加上一个化剂 或者加上羊 驼 火灵之类的 那就很凶 很凶的话 就有可能会去世 五区七杀同宫 或者七杀拱罩 跟五区破军 差不多 这个还是有点区别 五区七杀在子女宫呢 那是天机在子武做命 天机在子武做命的 这个呢 我见过几个女孩子的盘 她呢 跟我讲 她说她外表 这个很很美 她说自己经常遇到追求者 然后怎么怎么样 很自信 但是她已经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结婚 我就研究了一下 她这个夫妻宫和子女宫的情况 这个天机坐子武的女人呢 夫妻宫的这个太阳就在纯须 如果夫妻宫不好 那么这个女人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好找到理想的配偶的情况 子女宫五区七杀呢 也有一些孤独性质 得子持啊 这就加强了她不好结婚的一些特点 而且天机坐命呢 这个女人呢 智商也比较高 比较聪明 那么这个聪明的女人呢 那往往在婚姻上呢 却往往会有点这个问题 这个需要大家呢 多看看盘啊 慢慢的就理解了 好 再看第六条啊 这个不解释 刚才呢 说过了 煞心很多 那可能就没有小孩生不出 或者是生出来了 然后又去世 等等等等 第七条 五区做男人的子女宫啊 这个可能是既是偏方生子啊 很简单 其实我告诉大家啊 男人的子女宫差 那么想生儿子 这个一般来讲呢 都要纳妾 那么你多一个老婆 多一个女人跟你有这种性行为的话 那么当然生儿子的可能性就增加了 这不管是从数学上来讲 还是从这个斗数上来讲 都是行得通的啊 子女宫差 那一般而言呢 你的这个原配老婆就不会给你生儿子 那你非得从外面找啊 还有的是找了一个啊 姨太太 结果还是生不了 找第二个 第三个才能生的啊 现代社会呢 后面这句话就不讲了啊 没什么意思 好 再看五区在财博宫 五区他是财博宫的主星 所以很喜欢进入财博宫 如果五区在财博宫遇到露存 化露天马啊 财星又加上露星又加上天马星 那么这个人呢会发大财 但是没有吉星的话 哎呦 赚钱不容易 劳心劳力啊 这个是对的啊 呃 没有吉星 只有五区 露存 天马 化露的 这个人赚的虽然多 但是赚钱呢 有点辛苦啊 这个身体啊 精神呢 一直在运动 如果有吉星啊 左辅 右臂 天魁 天悦 文昌文曲 那么左辅右臂呢 是有人帮他赚钱 他能够省点心 呃 或者说呢 有人家支持他赚钱啊 比如他搞个什么项目 有别人帮他宣传啊 有别人帮他去做点事情等等 天窥天悦呢 那么赚钱呢 就有机会啊 也会容易一点 文昌文曲呢 也是啊 主要是动脑筋 动手呢 就减少了 文昌文曲 那是知识分子 这知识分子呢 啊 就手无腹肌之力啊 这是干不了活的 所以说呢 文昌文曲 在这个财博工呢 一般都是动脑筋赚钱 或者是做一些跟文化有关的赚钱项目啊 等等等等 呃 一般不会做体力活啊 好 再往后看 五驱破均 才来才去 波浪起伏 如汤浇雪 但是终能基础 这里要加一个括号 煞心少的时候 最终呢 就能够赚钱 如果五驱破均 在财博工 哎呀 羊驼火灵空结 煞心很多 或者五驱化际 又加一个空结 或者五驱破均 又加空结 那么这个人呢 一生之中 才来才去 这叫如汤浇雪 就这个人花钱速度非常快 可能啊 单位里面刚刚给他发三千块钱工资 结果他三天就花完了 剩下的日子呢 就是借钱度日 这就是跟五驱破均有关的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基础呢 起码要等到三十岁 严格上来说 要等到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以后 那么你破的已经够多了 这个破均的力量呢 就减小了 就渐渐的能够攒点钱了 五驱七杀 在财博工啊 这是白手起家 这跟紫薇破均做命有关啊 紫薇破均做命的 紫薇七杀做命的 五驱七杀做命的 一般来讲都是白手起家 好 再看紫薇天象会照 裁员丰足啊 这个呢 应该指的是这个 呃 五驱天象 同工啊 紫薇天象会照 这个那可能是指的是五驱天府做命吗 五驱天府做财博吗 这个差不多啊 如果说紫薇天象来了 那么天府星呢 也会一起来的啊 裁员丰足 这个很简单 不用记 遇到羊驼 因财 遭灾 这个五驱呢 它是钱 羊驼呢 是一个争端 纠纷 就会跟你抢钱 跟你去因为钱呢 有争端 有是非啊 或者是骗你的钱啊 陀螺在五驱这里 陀螺呢 那就有小人的性质 陀螺可能是骗你的钱 秦阳呢 就是跟你做不正当竞争 或者是其他的啊 这个压着你 跟你去争夺金钱啊 等等 火摊拱照 富格有意外之财 五驱化际啊 这个人呢 不一定穷 但是经济上有困难 听清楚啊 经济上有困难 跟你穷不穷 这不是一个意思 有的人呢 他可能很富裕 有房又有车 但是他的流动资金 总是会出问题 他这个公司 这个工厂要两百万 那个工厂又出了点事 要翻百万 结果呢 他的资金流动就不顺畅 资金流动不顺畅 那就是五驱化际啊 我们并不能说五驱化际一定是一个穷人 但是呢 五驱化际肯定是在金钱方面有困难啊 就是这个地方欠了点钱 一直还不上 那个地方有个窟窿啊 一直补不上 这都是五驱化际的一些特点 但是这个人呢 他可能有房又有车啊 工资也比较高 还算有钱啊 有的同学不知道是从哪里看的一些资料啊 拿到盘就说 哎呀 这个人呢 财博工五驱化际 虫人 这不是我教的啊 这都是你们在外面学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啊 不能说他穷 但是可以说他资金周转资金流动 以及呢 因为钱而生困扰啊 因为这个财博工 他会冲你的福德工 财博工五驱化际冲你的福德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经常为了钱的事啊 为了缺钱的这个原因呢 心里面有烦恼 遇到空姐者忙碌少成有迫 很简单啊 不解释 遇到空姐呢 也是这个才来才去啊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王庭之评注 第一条五驱是财星 喜欢在财博工 有赚钱的特点 因此呢 也喜欢遇到路存 化陆 天马 他可以做生意赚钱 其实五驱化陆的 不管是做生意 还是创业 还是这个做点其他的啊 都很容易赚钱 因为五驱是财星 财星化陆 适合的职业非常多 在丑位陈旭 入庙的工位 更加可以发大财 但是呢 如果路存同工啊 这就不是陈旭丑位了 听着啊 如果五驱 路存同工 那肯定是败 主武毛友 或者是迎身赐害 路存同工 那么这个人赚钱呢 就有受人争议之处 他有点手段过激 其实呢 简单说一下 有点损人利己 五驱路存在命工的 有点损人利己 五驱路存在财拨工的啊 多少也有一点损人利己啊 为了钱呢 不顾一切 他只在乎自己赚多少钱 他才不管 他才不管别人是死是活 如果没有急心 那么赚钱的时候呢 很累啊 就是每天都要工作 每天都要忙 比较辛苦 但是仍然是比一般人有钱很多 五杀五破都是辛苦的组合 七杀破均啊 这就是体力劳动了啊 需要你费你的体力 辛苦忙碌 所费的工作啊 这都是杀呀破呀 要做的 像是那些当领导的啊 坐在办公室里面啊 这个看看报纸喝喝茶 那一个月呢 就是七八千块啊 这些呢 就赚钱就比较容易啊 一般就是紫薇啊 天府啊 天象啊 文娼文娶啊 这些急心 那有的人呢 他在工厂里面做事情 一个月呢 可能有个三五万 听着啊 他比人家当领导的赚的还要多 但是他要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他又要看这个监控啊 又要检查这个车间工人的一个工作完成量啊 又要去管一些其他的东西 非常累 非常辛苦啊 要走啊 要跑啊 要写东西啊 这都是七杀破均啊 带来的一个劳动啊 带来的一个辛苦 书上讲的呢 没有问题啊 好 再看第二条 五破同工 赚钱呢 不容易 波浪起伏啊 才来才去 容易欠债 有路存 那么可以攒钱 其实没有路存呢 也能攒 就年纪大了以后 渐渐的就能够攒下钱来了 如果没有急心 而且煞心很多 那么一辈子都攒不下来钱 而且呢 赚钱不容易 而且还容易败 最好就是 保守一点 很容易欠钱 这个结构 第三条 五曲七杀同工 要见到天魁天月 路存画路 才表示白收起家 而且呢 他是突然之间横发 发一大笔财 短时间内得距离 这个我个人觉得不一定 听着 书上讲的这一段呢 我觉得不一定 这个五曲七杀同工呢 他肯定会遇到连针贪狼啊 这个人命功呢 是紫薇破军 紫薇破军做命的 他确实有可能突然之间发一大笔财 但是我见到另外一些五曲 这个紫薇破军的呢 也有这个稳扎稳打的啊 他原来是这个上海的一个知名高校的研究生毕业 然后呢 在香港工作 你说他是突发吧 我觉得应该算不上啊 只是工资比较高而已 然后呢 还要算一些提成啊 算业绩 这些东西呢 说他是突发 不一定啊 只是说这个人呢 事业上的变动可能会比较激烈啊 会有突然而来的很好的机会啊 如果紫薇破军做命啊 五曲七杀财拨工有煞心 那么赚钱呢 就有争夺啊 赚钱不容易 争财激烈 收获也不丰厚 这个不好说啊 有的时候来点煞心 他反而赚的更多 但是赚的钱多了以后呢 容易有破败 做笔记啊 不能说他 有煞心收获不丰厚 事实上有煞心可能赚的更多 但是赚的多了以后容易败啊 没有吉星 完全是煞心 那么横发横破 这个呢 看一下啊 好 再看第四条 五曲天象财源稳定 但这样的人呢 他是凭借一技之长 或者专业技术谋生 并不是副格 这个不对啊 五曲天象在财拨工呢 命工可能是啊 命工一定是紫薇啊 紫薇在子宫或者是武功 紫薇在子宫或者是武功呢 他能够成为大富之格 而且呢 他也可能没有什么技术啊 他只是做生意 具体而言呢 我们不能说这个五曲天象 他就 他就是这个技术谋生啊 我见到的一些紫薇作命在子武功的 他没有什么技术啊 也没有什么专长 倒是自己做生意的 见到过一些啊 还有一些做管理的也有 第五条 五曲呢 在厮杀里面不喜欢羊驼啊 这个火林呢 空节呢 他都不喜欢 五曲情阳表示因为钱而起争端啊 争夺激烈 竞争激烈 五曲陀螺 那就容易遇到小人 小人在盯着你的钱 骗你的钱 或者是坑你的钱 因为这个小人呢 遭到损失 这个不解释啊 很简单 第六条 五曲在排波宫 喜欢遇到贪狼 如果受贪狼同度啊 或者受贪狼拱罩啊 应该是这个 把同度改一下 书上呢 有点问题 喜欢贪狼同宫 或者喜欢贪狼在对宫 如果有火瘫 或者是灵瘫啊 那么有爆发 爆败啊 爆发横发的机遇 有意外财啊 可以负 这个不解释啊 火摊灵瘫都可以发财 但是如果既有火摊灵瘫啊 那么又有羊驼化剂 这个就发不耐久 横发横破 最好不要投机倒把 好 再看第七条 五曲化剂 那么一般来说呢 资金都资金周转 有问题啊 对财经 金融不利 但是如果你只是在财经业 金融业打工啊 你只是在这里做管理 而你不参与这个财经方面的一个运营啊 不参与这个金融方面的投资 那么也可以说的过去 反而适合刀剑 利器生财 在现代呢 可以从事工业 实业或者是军警戒谋生 这个呢 都对 不解释 五曲化剂 又加空结大号 那么财运非常不利 好 再看第五条 五曲是财星 所以不喜欢遇到地空地结 就算没有任何煞星 但是有空结 那么这个人赚的钱会减少 以及赚钱呢 不容易 辛劳的多 而收获的少 或者呢 反而劳而有破 五曲化剂啊 尤其不急 好 这些课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因为我最近呢 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啊 所以说 晚上上课的时间呢 就稍微的压缩一点啊 这本书呢 也快讲完了啊